安老事務委員會是1997年成立的 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慰 老有所養,加上一個病字頭 老人家很癢,七年之養也不止 由董建華和譚耀宗在搞三老政策 如果他那年是50歲,現在是70歲 老有所養,七年之養 三七二十一 老有所屬,現在是一窩屬 老有所屬 老有所圍,圍失了,圍漏了 三老政策,我讀一讀 安老事務委員會的群大關係 一位叫余榮昌製品廠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那位叫蘇陳偉鄉女士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獨特的貢獻 余榮昌做什麼,我不知道 有一間是永和實業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叫林邁章先生,在太平新市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律師 叫陳萬奇律師行 在佔中的時候 全力去告人 拿禁制令的人 有什麼貢獻 在法律界都沒有貢獻 這個人 做藍絲打手 還有一個 我慢慢讀給你聽 你解釋給我聽為什麼要找這些人 有一個叫黃帆豐先生 叫賓海集團主席 一聽到是大陸名字 賓海 算了 慢慢解釋 你怎樣找人 還有一個 一個就是 海航真厲害 有一位律師 叫黃泰倫先生 他是海航集團 國際有限公司的總法律顧問 這些人 海航這麼大公司 國際公司 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做這些安老生意 有很大的生意 現在都說要慢慢做 要高科技化 在國會展那裡有一個展覽 大陸經常做這些事情 你們怎樣去處理這些問題 一個普通人都沒有 一個我說的 在董建華上台時 五十歲的老人家都沒有 甚至於退休公務員都說 滲下苦水 你們有什麼制度 這個 沒有持份者 還有 學校都是兩個香港大學的 中大死了 你們這些什麼制度 恆大 只看總部就知道 這幫人坐在這裏 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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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老事務委員會 下命令 下命令 叫香港大學做 一條龍服務 博士 你在香港大學做 搞什麼 不要說那麼多 不用公不公正 不用公不公義 看到就行 現在看不到 沒有 現在 全部的醫生就是 醫院管理局 九龍西聯席總監 謝文華醫生就是 明愛醫院行政總監 有前線代表嗎 好 麻煩 主席 這個制度 是腐敗的制度 沒有前線的服務人員 社工沒有 醫護人員沒有 喂 那些不是前線的嘛 好像 羅先生那樣 已經是 上岸了 在雲頂做人 你有沒有這些 他很艱難 怎麼知道 很清楚 浪費時間 由安老服務計劃方案 講到安老服務委員會的組成 還有 不知道會有什麼回應 我再問 中文大 是不是撿了一顆 主席在每一次 這些委員會的委任 每一位成員的背景 我們都在委員的時候 是公開和詳細解釋的 所以在這裏 我不再補充 那時候我懶不看 如果你那時候公開 我已經問這個問題 中文大 就撿了一顆 海航有什麼貢獻 海航對香港 我不再補充 你兩個法律界的 一個就是海航 王岐山的旗艦 一個是陳曼琪 陳曼琪 陳曼琪 陳曼琪是專門做藍絲的殺手 這麼多律師 找個老一點的律師 不行,地署名就夠老了吧 好,謝謝